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了25年了 他一直兢兢业业的做着自己分类的事情 可能作为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没有懂情 主群的名气大 但是要说主持人的能力的话 三人是不分上下的 康辉外貌英俊 充满朝气活力 主持风格清新质朴 但定从容 有很强的现场家喻能力和对突发世界灵敏的反应能力 在央视众多伯音员和主持人中脱颖而出 康辉的妻子名叫刘 雅杰 江苏南京人 比康辉小两岁 是康辉大学时的小师妹 康辉与刘雅杰在经历了八年的爱情长跑后 终于在北京低调的举行了婚礼 而康辉成功背后的努力脱不了关系 以及他的妻子的默默陪伴 他们在生活上相互照顾 在事业上相互进步 这十八年以来 他们恩恩爱爱 长相竹童双胞胎 却至今不敢生孩子 作为主持人 收入都是不低的 就像何久 汪涵等知名主持人 年薪都是过千万的 然而没想到的是 康辉在北京竟然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 一直都是租房住 婚后的康辉和妻子没有买豪宅豪车 两人低调过日子